好今天這個影片要來講這一個建立一個Ctrl的這個檔案 那Ctrl的在MVC裡面是一個相當核心的一個檔案 那今天我們就來先來教大家 怎麼來建立一個Ctrl的 基本上我們Ctrl的都會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資料夾按右鍵 然後加入這個控制器 這邊有個控制器 那其實這個控制器他有三個選項 那這兩個他會幫你預設寫一些基本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們用到最後 我們也不會去用他預設幫我寫好的 我還是會自己寫我自己想要的 所以我們這邊會選擇空白的 那我們就按加入 那其實這邊的這個畫面 我們可以直接 如果你不想要選這兩個的話 我們其實直接按這個新增項目 然後找到MVC控制器空白 這個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 在控制器 這邊上面的話 我們是有個命名規則的 什麼命名規則呢 就是你今天這個Ctrl的名稱 寫在前面 比如說我叫DEMO 然後後面就是用Ctrl的去做一個 這個檔案名稱的結尾 那這個他是有他某種用處的 等一下會講 那第二個用處就是 今天我們這樣子直接看這個檔案名稱 看他Ctrl的就知道說這個檔案 這個系列是一個Ctrl的 這是第二個用處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把它新增起來 那新增起來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這當然是一個class的類別 但是這個類別 他繼承了一個Ctrl的這個物件 那這樣繼承之後 他就會變成一個基本的MVC的這個Ctrl的 他就有這個功能 那這樣繼承之後 他這邊有先幫我們寫了一個Action 那Action的名稱是index 然後會回傳一個view 但是我們今天 因為還沒有建立對應的view 所以這樣子的話 是沒有辦法正常的執行 所以我們今天回傳一個OK 然後OK 他可以回傳一個字串在裡面 那我們這邊就回傳一個DEMO index的這個字串 那如果還記得上一張路由的人 我們要怎麼樣進來這個Ctrl 然後讀到這個內容呢 網址該怎麼打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路由規則 我們第一個地方要打這一個 Ctrl的這個名稱 那名稱是什麼 就是DEMO 那如果今天你這個class 是用Ctrl做結尾的話 我們這邊就只要打DEMO就好 就不用打出整個名稱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他預設裡面的一個規則 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不用 省略這個Ctrl的 我這邊第一個網址的部分 就打上DEMO 好 那我們這邊先把它執行起來 第一個部分就打上DEMO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就打上Action 就是路由規則Action 那其實也可以不打 因為他預設就是帶Index 好 不過我們這邊也把它打上去好了 好 那可以看到這個網址就會回應 我們剛剛OK裡面的這一個字串 那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這個MVC的這個機制 那如果還記得我們3-1 講的一個MVC架構 就是我們第一個先判斷這個網址 然後我們伺服器接收到這個網址 就先依據第一個內容 決定說要去讀哪個Ctrl的 那我們這邊第一個網址是DEMO 所以就去讀DEMO的這個Ctrl的 然後第二個這個位置是Index 所以我們就讀到了Index的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裡面就是Return一個OK 然後OK裡面是一個DEMO index的字串 所以最後我們使用者就看到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這個是一個MVC的基本的運作機制 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IHM Reload 這邊可以 他支援很多不同的方法 所以這邊是可以回應各式各樣的方法 那有很多啦 那這邊就先不一一列舉了以後遇到再說 譬如說有我們一開始看到的View 或者是我剛剛用的OK 都是其中之一 那這邊甚至連轉指的方法都有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直接做一個複製 這樣子的話 我們讀到這一個網址的時候 他會直接把我導到Google去 好我們這邊我做一個重新整理 有沒有看到直接就把我導到Google了 連這樣子的一個方法都有 那當然他還有一些很多種應用 譬如說我們這邊View 我們雖然沒有DEMO對應的View 但是我們不見得要回傳對應的View 我們還可以直接指定說我要回傳什麼View 譬如說我直接指定我要回傳View 以下的Home以下的這個index.cshtml 這樣子的話 我這個網址我做重新整理 哎有沒有看到他就回傳我們這個 首頁的這一個畫面內容 所以說他甚至還可以直接指定說 我直接指定說我要回傳哪一個html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沒有指定 那沒有指定的話 他就會在對應的目錄結構下 找對應的html這樣子 那這邊可以看到對應的目錄下 沒有的話就會出錯 好那這邊的話 如果還記得前面MVC的這個架構 就會知道說Ctrl的是使用者要求之後 要求什麼 要求這個網址之後 第一個會進來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基本上就可以去控制說 依據各種不同的情況 要給使用者回應什麼樣的內容給他 那當然很多情況下 我們可能也沒有特別什麼控制邏輯 可能就直接一進來之後就return一個View 那這個是可能大部分的情況 那但是有些情況下 我們可能會依據不同的情況 去決定說使用者到底要看到什麼頁面 比如說我今天這邊就舉個簡單的例子好了 比如說我們聖誕節要到了 那我可能做了一個聖誕節的晚頁 要在聖誕節當天使用者進來的時候 看到一個聖誕節應景的晚頁 那等正聖誕節之後過了之後 我再把它給換回原來的晚頁 那可以怎麼做呢 就可以這樣做 那我這邊的話 來創一個聖誕節的晚頁好了 那這邊我打聖誕節好 那12月25號的時候 會讀這個聖誕節的晚頁 那現在不是12月25號 那我把它改成今天的日期 他應該就會讀聖誕節的這個晚頁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就變成聖誕節的晚頁 那這樣子做其實就很有彈性了 什麼彈性呢 比如說我哦 如果你是傳統的一對一的結構 那可能你要另外寫一個是聖誕節的index 那當然外觀上可能檔案都叫index 但是其實內容 一個是聖誕節的內容 一個是原版的內容 那可能就是你要變成說 聖誕節當天的時候 你把原有的這個index 把它換成聖誕節的index 然後聖誕節過了之後 再把這個聖誕節的index換回原本的index 那這樣子就稍微有點麻煩 然後你又有兩個同樣不同內容 但是檔名是都叫index的這個html 那就會比較 維護上就會比較麻煩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是mvc的架構 我原版的index還在這邊 我直接串另外一個聖誕節的index 然後透過這一個城市邏輯的控制 來決定說我今天如果聖誕節到了 我直接就去讀這個聖誕節的這個html 那如果是聖誕節過了 我就來回到讀原版的index的內容 這樣我直接就把兩個檔案 是一個完全不相干的 在維護上其實方便許多 那在鑽解上其實架構也很明確很清楚 那這是其中一個好處 但是mvc其實在寫作上 因為有多了這一層控制邏輯的這個部分 所以寫作上就會變得彈性許多 那往後的話會再如果有碰到其他的用法 會再一一介紹 那今天就只是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Ctrl的怎麼建立 然後他有一些什麼樣的彈性的好處 就先點到為止 那以後有碰到會再陸續的教一些用法 Ctrl的一些用法 那今天的這個建立Ctrl的這個簡單的介紹 就先到這邊 謝謝收看